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尔基亚国王拥有了千亿的财富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由于文莱允许一夫多妻子的存在 博尔基亚国王已共娶过三任妻子 但是最终只有他的原配 算来杀完后留在了他身边 其他两人妻子分别在2003年和2010年离婚了 今天我们来说的就是文莱国王的第三任妻子 阿兹里纳茨马扎尔 阿兹里纳茨王妃出生于1979年9月28号 是马来西亚电视频道TV3广播记者 曾在2005年获得TV3的最有前途新闻工作指奖 正在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 阿兹里纳茨在2002年5月推出了电视台 宣称想涉足其他事业 事实上他并不是想跳槽 而是遇到了比自己大32岁的多金老男人文莱国王 而是很快就有传言 26岁的新闻栏目 女主播与58岁的伯尔基亚国王恋爱了 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一场低调私密又奢华的婚礼 新郎新娘正是文莱的国王和阿兹里纳兹 这场婚礼受到了严格的保密 直到很晚才被一位宾客泄露给了媒体 大家得以知道阿兹里纳兹嫁给了文莱的国王 随后他被授予王妃殿下了头衔 并为文莱的苏丹折下了一儿一女 作为文莱国王的原配 赛莱莎王后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他并不建议丈夫纳妾毕竟他已经为国王生下了六个孩子 地位极其稳固 而年轻阿兹里纳兹王妃或许只是丈夫身边的一个过客 对自己无法构成威胁 所以在那几年文莱王室举家出席活动的时候 国王身边总是会同时坐着两位妻子 他们年龄相差12岁 一个美艳动人 一个大气沉稳 这样的画面在全世界的王室中也很难见到 虽然文莱国王出席活动 总是会同时带着两任妻子 但是赛莱莎王后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 三人同框前行 未来国王和原配赛莱莎王后并肩 而阿兹里纳兹王妃只能跟在身后 这就是地位的差距 赛莱莎王后带着高贵的皇冠满脸笑容 根本没有将竞争对手放在眼里 年轻的阿兹里纳兹王妃盛装出席 同样带着皇冠 但是相比王妃 往后要寒摘不少 2010年文莱国王与阿兹里纳兹离婚 并剥夺了他的王室头衔和荣誉宣章 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仍然保留着头衔 对于阿兹里纳兹来说 离婚并不是代表着自甘堕落 他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生活 从一个电视台广播记者 摇身一变成为电信行业的女商人 在2018年5月1号 阿兹里纳兹再次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并在第二年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再来看文莱的国王 他在这次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结婚了 与原配萨兰莎王后 也是过上了一夫一妻制的幸福生活 这才是爱情原本的模样 2月18号在文莱王国贝拉卡斯市内体育场 36名运动员 因在去年的第三十届东南亚运动会上 斩获了两枚金牌 五枚银牌和六枚铜牌而受到表彰 马琼运动员阿兹马公主和一名王子 作为文莱马球队的一员 因在贾吉林赛当中获得铜牌 受到了表彰 马球比赛不限性别 图为英国威廉王子 为与女球员在赛场追逐马球 这个比广州市面积还小 人口只有四十多万的小国 以盛产石油和天然气而富的流油 文莱人喜欢马球 但是常常陷于男人 阿兹马博尔基亚公主则是一个例外 文莱是最富有的和平职邦之一 作为国王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 阿兹马公主延续了家族对马球的热爱 在全球范围内比赛 并且代表文莱在东南亚运动会上征战 包括在2017年在该运动会上获得铜牌 文莱苏丹非常喜欢马球 他目前仍然是狂热的运动员 在他富丽堂皇的王宫里有一个马球场 在皇家文莱马球俱乐部 养着两百多匹马球 用马 不少是来自于阿根廷的顶级赛马 或是受到了家族的遗传 阿兹马公主从小就喜欢马 直到完成学业才开始学习马球 尽管马球在全球拥有大量的女性运动员 但在文莱这几乎完全是男性的天下 阿兹马公主希望改变这一点 作为公主 她不必为自己的巨额比赛开销而担心 她的用马来源于皇家俱乐部 数十号人服务于此 当有国际比赛要参加时 他们会把所有的比赛马匹送上飞机 出动的马匹动辄数十匹 文莱王宫富丽弹簧 石油是该国最大的财富 当然文莱王室成员出战的马球比赛 不仅是东南亚运动会 也是包括在中国内地举行的马球比赛 马匹装备和飞行的开销 对富裕的文莱王室来说都不是问题 据福布斯报道 截至2008年 文莱苏丹的净资产估计为200亿美元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据报道 苏丹以及庞大的汽车收藏而闻名 根据迪尼斯世界记录 苏丹私人收藏有600多辆劳斯莱斯 450多辆法拉利和134辆 科尼赛克跑车 这是世界上该品牌最大收藏 劳斯莱斯的一款车型 文莱苏丹酷爱豪车 据阿兹马公主透露 文莱马球的兴起来自于他的父亲 他负责监督整个事情 一名驻扎在文莱的英国骑兵军官 在20世纪80年代和他一起启动了整个项目 据悉为了增强防卫力量 应文莱苏丹的请求 英军有一支部队是常驻文莱要塞的 称为英军驻文莱部队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文莱要塞成为英军在远东地区保留的唯一基地 行为人知的是英军在体邻中国南海的文莱 驻扎有军队 文莱主办了众多受瞩目的国际马球指标赛 参赛队伍来自世界各地 还有不少来自阿根廷的女孩运动员 这让阿兹马公主羡慕不已 她定期地飞往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并利用一切机会向其他女运动员学习 在英国阿根廷等国 马球是一项男女接仪的富豪运动 作为文莱最受欢迎的马球运动员 阿兹马公主想以自己为榜样 带动文莱的女孩子跨上马背 促进女性参加体育运动 对阿兹马公主来说这并不容易 不菲的玩马开销和保守的男权社会 让不少女性对马球运动望而却步 不过她已经上路了 提到奢侈土豪的国家 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中东的沙特 阿联酋 迪拜等等一些国家的王室 但是在亚洲的东南部地区 有一个小国的国王 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土豪国王之一 那就是文莱苏丹 哈吉 哈桑纳尔 博尔基亚 他的财产多到无法统计 生活极度奢侈 但是却广受全国人民的爱戴 文莱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君主专制国家 他们的国家元首不叫国王 而叫苏丹 这是阿博语当中的一种尊称 截止2019年 文莱总人口约43万 其中马来人占66%左右 华人占9%左右 其他民族占22%左右 伊斯兰教为国教 其他还有佛教 基督教 道教等等 文莱是一个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国家 占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0% 在东南亚 石油储量和产量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据第二位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公布的王室富豪榜 文莱苏丹 博尔基亚以220亿美元产联榜首 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皇宫 里面有1700多个房间 据说光是宴会室就会能够容纳4000人 面积是英国百姓汉宫的4倍 王宫内的清真寺金碧辉煌 圆顶上贴附着45公斤的金箔 被当地华人称为金葱头 王室内设有游泳池 网球场 马球场 直升机 机场 和占地约120万平方米的御花园 这堪称全世界最奢华的皇宫 再看豪车 它拥有7000辆全世界顶级豪车 它非常喜欢收藏豪车 也是世界上拥有劳斯莱斯最多的人 它的车库里共有604辆劳斯莱斯 574辆奔驰 452辆法拉利 382辆宾利 209辆宝马 134辆科尼赛克 21辆兰博基尼 11辆阿斯顿马丁 和1辆西贝尔SSC等等 如果它每天开一辆掉20多年才能全部开一遍 塞卡汉飞机 它拥有私人飞机多达21架 飞机的内部设计和陈设也很奢华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两艘大型的豪华游艇 一架波音克基 它拥有的豪华游轮 高尔夫球场不计其数 身为王室 肯定少不了高雅的爱好 它喜欢珍藏优良的马种 拥有成辽马匹近300匹 马房还装着安装了空调 在中国古代 这么奢侈的博尔基亚 并肯定会归入昏君的范畴 但是在文莱 大家知道自己的苏丹极度奢侈 而且极度高调 但是国民对博尔基亚却非常爱戴 因为在治理国家方面 它可是一个妥妥的政治强人 对国家经济的发展 国民的教育和医疗都很上心 在他自己奢侈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国民共同富裕 博尔基亚苏丹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民的医疗上学住房等等都不用花钱 如果国内医治不好的病 可以转到国外去治疗 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文莱实行从幼儿人到大学的教育费全免 不光学费全免每个月呢 还有八千元的生活费 但是如果你没有房子 征服免费分一套给你 现在文莱民众家家户户都有车 而且生活衣食无忧 轻松愉快 因此啊 对国王自然是爱戴有加 而且啊 博尔基亚动不动就给国民发钱 这也是其被爱戴的原因之一了 听到标准的难未来 我做了 那么... 就先 Merry Christmas